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你比想象中更有能力 在桃园中贞新春文化园区 有一间餐厅叫做饮食圣堂 这是家族企业阿美米干 其中的一个品牌 第二个是 第二代负责人王恩宁 形容自己的个性是 很耐磨很会忍 因此他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让家族长辈给予无声的肯定 并且踏上了接班之路 原来从小对餐饮耳濡目染的王恩宁 满脑子想的都是创新的点子 但直到2019年 他的父亲想要开设 异域故事馆时 才让他萌生开设创意料理 餐酒店的想法 经过争取后获得尝试的机会 王恩宁听从观光工厂教父的专业建议 将园区内五十年历史的老教堂改建为用餐环境 特别是在屋顶做一个镂空的十字架 让光影投射进来 兼具气氛与历史感 由于世奉国旅热潮 秘境般的打卡景点 正切中了年轻人的喜好 所以每个月的营业额都突破百万以上 而面临新冠肺炎的疫情 王恩宁也逆势带领家族企业 前进宅配市场 不仅成功打出漂亮的一战 开启家族企业新的商业模式 更让王恩宁赢得家族信任 亲爱的朋友 也许你经历过失败 遭遇到不公平的事 也有因为犯错而被批评的时候 就像故事中的王恩宁 满脑子的创新想法 过程也曾经历波折 但他人透过自己的努力与坚持 最终实现心中的梦想 因此不管过去发生什么事情 别人怎么对待你批评你 你要知道这些都不影响你的价值 在圣经里面提到 上帝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照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因此 上帝不是要把你庸庸碌碌的过生活 而是要你卓越超群 因为上帝已经把祝福 把宝贝放在你的里面 所以不要让别人对你说的那些负面的话 负面的经历或失败的经验 拦阻你继续地向前 亲爱的朋友 当你以积极正面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时候 上帝放在你里面的潜力 才可以被发挥出来 就像故事中的王恩宁 总能正面看待自己的创新想法 并且执行 因此 都能够持守这样的信心态度 上帝必定会带给我们最终的胜利 所以没有人可以否定你 你一定要改变自己 看事情的焦点 不要再看自己失败的地方 要看自己的优点 把优点发展成你的优势 今天 当你产生挫败事件的时候 要鼓励你自己 不要埋怨 想着最坏的状况 反而要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说 好事将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就是个得胜者 凡事都能有从上帝而来 居上不居下 居首不居尾的祝福 上帝必要祝福你 是你能够发挥潜能 实现梦想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